跟著指引報導 替代育退伍後 也有演訓召集訓練 現在內政部延領要擴大 召訓人數 內政部規劃 今年召訓五萬八千人 相較去年六千五百零六人 人數暴增九倍 召訓範圍日程也會擴大 內政部規劃退役後八年內 每年一次 每次五日以內 同時刪除勤務召集的 全年總日數限制 內政部可是需求作真 就是為了這個時間 然後我要請假一個多禮拜回去 然後還要再回回來 政府覺得需要有更多的後勤 後輩的替代育進來支援 我覺得這樣的我是可以認同 也可以支持的 規大召訓替代育被疫一難 看法不一 不過朝野立委都表態支持 替代育跟我們的後輩軍人 同等重要了 他對於先疫軍人 同樣都有很強的一個支援的效果 那我們支持國防部 支持內政部 強化這個替代育的招訓律 替代育的教招 要不要比招國軍有一定的罰則 這當然是有其必要 因為這個雖然負責的範圍 跟勤務不一樣 但總是一視同仁 替代育教招大陸 針對過去專長進行訓練 包括警察消防醫療等 學者食言 若國教需要替代育 不僅能提供專業 也能隨時補上各行缺額 所提倡的全社會防禦任性 至於替代育無辜不參與召集 立委羅美玲上一屆就曾提案修法 可屬意念以下有期徒刑 預期以獲病科九萬罰金 但因為屆期不連續 尚未完成修法 至於是否重新提案 羅美玲則強調會先與內政部 針對現況進行通判評估 三年新聞 黃沈柏洋 海岸台北報導